小伙伴们好呀 欢迎收看来啊 观众我是可攻可受可罗利的王婆 今天王婆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最新韩国电影 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而赵铁柱的梦想是成为一个有钱人 这种毫无亮点的梦想 却是赵铁柱长久以来的目标 也是我长久以来的目标呀 赵铁柱是从新东方毕业的学生 从新东方毕业以后呢 赵铁柱就想找份工作 就想分担一下家里的经济压力 于是赵铁柱前往韩国的首都首尔去应聘股票经纪人 虽然出生于农村 不过赵铁柱可不是普通的农村小子 他在公司面试的时候 一不小心都看了检考题 就把全套的股票编码给背下来了 这种宛如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惊搭了考核观 赵铁柱在别人眼中也从普通的农村小子 进化成了农村小子中的豪杰 凭借出色的天赋 赵铁柱成功当上了一名股票经纪人 作为一名合格的股票经纪人 赵铁柱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电脑帮客户下单 赵铁柱了解完工作性质以后 不禁在心里想 这种工作简直比放假了在家里洗厕所还简单 但所谓的简单也只是赵铁柱的妄想 实际上的工作是 么客户 么羞辱 么业绩 一天工作八小时 七小时都在望着电脑发呆 虽然记性不错 但赵铁柱在硬核技术方面是远远不及他的老前辈们 而因为实在等不到客户 赵铁柱每天的任务就变成了给其他人的客户送饭淘咖啡 偶尔还会因为一顿饭忘记下辣椒而安骂 再看看同期进来的学弟铁大 不仅人缘好 还长得帅 撩妹技术更是远超赵铁柱几万光年的水平 再看看赵铁柱 又不会说话 又菜 还能吃 这种惨不忍睹的现状 用老板的话来说就是 真恶魔才 当什么经纪人 回家养猪吧 看着每天业绩都在上涨的前辈 再看看宛如咸鱼帮不断挣扎的积极 赵铁柱终于印清了自己的菜基地细细 在月底的员工聚餐中 赵铁柱抱着酒 边喝边痛哭流涕 为什么 为什么我就这么猜呀 明明我也干了 为什么就是比不过大佬啊 喝醉了就想哭 一个人太孤独 前辈二狗看到这一幕鱼心不忍 就将赵铁柱带到路边吐 吐完了 赵铁柱终于清醒了一些 两个人就手拉着手一起去做大宝剑 当然不是嗯嗯啊啊的那种大宝剑 赵铁柱在床上愈闲愈死的享受 小姐姐的摸一旁的二狗问赵铁柱 如果再给你一个机会 能一次性问得比现在每天摸鱼高 至少十倍的酬劳 你什么都能做吗 躺在床上的赵铁柱瞬间裂色都变了 莫得想到我把你当前辈 你居然想让我去圆江 我真是看错二狗你了 二狗表示自己看中了一个不错的骨 需要一个信任来协助 如果狗听话 任务完成以后能用五亿含元的报酬 哎呦 有这么好的事 这铁柱也顾不上小姐姐的推背服务了 当机立断地表示 盘他必须盘他 这么多的钱 就算我当场把老板抱去一百次 也在所不足 二狗说 这个任务要找一个叫耗脑牌的人 要找到这个人 才有后续的任务可以做 这种宛如RPG游记流程般老套的剧情流程 难不倒赵铁柱 他到了咖啡厅 用专门的座机联络到了号码牌 然后跟着号码牌提供的地址 找到了本人的所在地 赵铁柱掌上门时 号码牌站在大楼的阳台上 仿佛下一秒就要上演一出真人版的夕阳之月 号码牌扔给赵铁柱一款 爸爸死吧 太新手机 然后说 下个月月底的时候 这部手机会打来一通电话 到时候按照对方说的去买入股票 你的任务就成功了 赵铁柱颤颤颤巍巍地协助了手机 生态人机分离以后自动爆炸 后面一转 就到了下个月的月底 赵铁柱在上班时间 突然接到了一通电话 这正是他苦逗了半个多月的电话呀 跟着对机人的说法 要在极短的时间内 抢购到刚发出来的八千个股票 赵铁柱 他单身21年 这一刻 他觉得单身这么久都是值得的 因为现在 考验他手速的时候到了 咦啥呢 基本上似乎只剩下一片残阳 这一刻 赵铁柱玩人被电键选手附体 他在短短几分钟内 连续加了八千个顶单头时 在这极短的时间内 金融金放进了轩然大波 就如同疯子帮 刻意圈钱的举动 甚至震惊了金融检察院 但 这跟赵铁柱没什么关系 因为任务已经完成了 而且也没有留下一点点证据 这项简单去充满风险的任务 让赵铁柱获得了将近 几个亿的报酬 想想以后的日子 茶一弹吃得起了吧 碰面也能夹火腿了吧 甚至还能买一瓶 梦寐以求的康师傅绿茶 简直是翻身奴隶把歌唱 赵铁柱交了房租 还了贷款 赵铁柱给家里人打了钱 谎称是公司发奖金 他得知老爸因为长期劳作 生了病需要动手术 赵铁柱再度赶到自己的钱 还是不够花 而且更令赵铁柱担心的是 好日子还没过几天 自己却被检查院的人 找上门来了 慌乱的赵铁柱 赵铁柱连忙找到号码牌 告诉他自己现在的酒精 号码牌却表示 小伙子一真的是太年轻了 有空在这紧张欣欣 不如去想想 今晚吃哪种口味的泡面 号码牌又说 如果你还是怕 那就不要合作了 这一刻赵铁柱对钱的渴望 战涉了对检察院的惧怕 新满意足的号码牌 对赵铁柱抛出了第二个任务 这次的任务需要赵铁柱 凑齐几个参与者的汇款 然后买一下指定的股票 交接方式就是用聊天软件 如果任务完成 赵铁柱就可以拿到 12个亿的酬劳 有过一次经验的 赵铁柱轻车熟路 很快就按照指令完成了任务 说好的12亿韩元 就这样到手了 赵铁柱袭击而起 哎呀妈呀 现在不仅不用吃饱命了 连这座车也叫得起了 当天晚上约好了 同期的机油铁带老弟 一起去吃杀鲜小吃 结账的时候 赵铁柱大手一挥 说这对我请 老弟你放心吃 铁带老弟都惊了 哥 杀手真没有出息了 我能再加露蒸脚玩 因为家里的挪活太多 赵铁柱还用钱 帮家里人买了干活的帮手 可以打堆时髦的家具 而自己也过上了 花点酒地的生活 可惜好景依然不长 检察院的人又找上了门 那个人给赵铁柱 看了几张照片 那正是他出门时 被监控拍下的画面 虽然不能作为证据 也没实际上的软用 但这举动让赵铁柱惊恐万分 赵铁柱看到 赵铁柱这副怂样又笑了 哼 年轻人 有空整这些没用的 你要是真的怕 就去求他们不要抓你吧 或者去巴哈马度个假 多做几次大宝剑就冲锋了 而赵铁柱也去这么做了 他到巴哈马取了钱 然后换上了有衣有裤 来到了沙天边 一来他要拥有两妹子 不 你猜错了 赵铁柱走进了一个 可以看球赛的帐篷里 导演 所以说 在家里看球赛 和在沙滩上看 有啥的区别吗 赵铁柱也没找小姐姐 也没做成年人大宝剑 而是找了个男的 一起愉快的度过了四天三夜 这个男的就让人是个美籍 平时看球赛时硬帮帮着一张脸 偏偏和赵铁柱打话时 笑得温柔的不行 也难怪赵铁柱会从而他 过上快活又滋润的几天了 回到韩国以后 赵铁柱买了车 还去村门口找王师傅做个头发 并品屑着这个帅的吊杂的发型 勾搭上了足力最亮的女神翠花 等赵铁柱再回去上班时 金融圈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发生在赵铁柱身边最显著的变化 就是前辈二狗在外面 偷偷包摇的小赛被正宫抓到了 两个人掐架的时候 二狗拼命劝架 于是两个人搭正共识 合起来揍了二狗一顿 然后二狗就被公司开除了 赵铁柱回来的时候 正好顶替了二狗的位置 临走之前 二狗怒了 他对赵铁柱发火 说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地狠 有了其他男人 就不要我这个好前辈了 你这个扎心父亲话屁人鬼 我被开除了 你也不表示一下吗 果然男人的嘴都是屁人的鬼 赵铁柱也怒了 哇操大兄弟 你自己把我小丝 被老婆发现了 你关我毛丝 换说你他妈不也是哪里吗 赵铁柱二狗显然听不进去这些 嗯 你不挽留我 你一定会后悔的 说完这些人就走了 而那边 金融检察院早就注意到了赵铁柱 一次连着接受了两个金融诈骗案的人 却摸得任何证据能够逮捕他 而二狗直接跑到金融院里 当了二五仔 跟金融院的人一根毛都不落下的说了 自己是愚合把赵铁柱介绍给后马排那里去的 曾经的上司转变成了敌人 而此时此刻的赵铁柱昏然不知 因为他在和铁带逛街 铁柱心事重重 讨论赵铁柱 你真的以为翠花是爱你的吗 赵铁柱却抱走了 翠花不爱我 难道爱的是你吗 铁柱直接戳破了说 翠花是在利用你啊 铁柱哥 但赵铁柱却觉得铁带都管闲事 肚子一人离开了 心脏意乱的赵铁柱找到了号码牌 打算做第三次任务 这次的任务涉及很多金融的产业链 更更重要的是 这次的任务的酬劳 比之前架起来都要高五十一 两个人约好计划成功以后 在火车站街头 但是在任务的过程中 赵铁柱因为交接人动作弹慢 而大发脾气 因此被上司叫到办公室 就在这短暂的空档 翠花来到了赵铁柱的电脑桌前 将她的数据拆回到了U盘里 原来翠花也有段坎坷的身世 多日前她欠下了一大笔诈物 翠花本身还有暗碟 检察员的人告诉她 只要她弄到赵铁柱的资料 暗碟一笔勾销 这个女人是为了利益而接近的 纯粹的二五仔 配合二五仔上司的口供 赵铁柱被逮捕到检察员里 按理说 赵铁柱最不可设 但检察员的人告诉她 只要你把号码牌供出来 检察员可以当做无视他身过 九姐弟赵铁柱决定 最后去看一次父母 刚做完 手势的父亲虚弱的躺在床上 母亲一如既往的问 要不要吃饭 和以往的一样热情的举动 却迎来赵铁柱的暴怒 大爱托你们不要这么穷算 然后把自己送来的礼物摔在地上 声音很刺耳 总有很多东西 跟着礼物一起致力破碎 母亲难以置信 这是自己的儿子所为 赵铁柱被母亲赶出病房 夜色以外 她失落的走在大街上 也许此时此刻的赵铁柱 已经知道自己彻底变了 但她再也回不去了 第二天 赵铁柱装作配合号码牌的样子 背地里却偷偷联络铁带 在原计划即将成功的时候 突然变更 赵铁柱将所有资金 转向既有铁带家的公司 号码牌被欺骗了 但赵铁柱依然前往之前约定的地方 号码牌也在火车站等着赵铁柱 她看穿了检察院的计划 将赵铁柱身上的监听器全部拆下 紧接着她走到了近站的火车 而一个不起眼的路人撞到了赵铁柱 赵铁柱感到自己的圣扫子偷吃了一样 低头一看 谢谢一片 赵铁柱感觉到死亡在逼近 她拥挤最后的力气拖出了号码牌 并且告诉检察院 每次任务后资料藏匿的地点 其中包括自己使用过的手机 人证物证齐全 码牌被逮捕了 而赵铁柱却没有接受质量 她走进了离开赵铁柱的火车 看着车厢内的人情事故 忙碌的上班族和听歌的学生味 仿佛回到了自己 刚从新东方毕业来到赵铁柱的时光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金钱究竟算是什么呢 其实再多的金钱也只是数字罢了 刚来到赵铁柱虽然穷 但还是会叮嘱身体不好的父亲吃药 虽然是个没力气翻身的咸鱼 但也充满人情味 得到赋予的金钱以后 生命的人一一离去 上司变成了二五载 情人变成了二五载 铁袋最后也被自己气跑了 而赵铁柱一开始追求的梦想 等到实现以后才发觉 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看完了电影 王婆觉得人的一生中比起金钱 更重要的是家人和感情 很多人把金钱看作目标 在得到金钱以后才发现 最好的东西就在身边 而不知道看完视频的朋友们 觉得是金钱重要还是感情呢 好啦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王婆 喜欢 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见 李星期 嗯啊